我們剛好告訴大家 在俄烏的戰場 另外一個火藥庫在這個地方 已經嚇死人了 烏軍如踐踏 如入無人之境 殺到了快到莫斯科的市中心 沒想到幾個跡象告訴你 美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一路開綠燈 下個禮拜 推移的速度會更快 美國在這次俄烏戰爭當中 完全是把這些 能提供的先進武器 都給烏克蘭了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 就是海馬斯火箭發射車 海馬斯火箭發射車 本來烏克蘭是用它發射一些 大概射程達100多公里的戰術飛彈 在戰場上是這樣 你的戰術飛彈 你的飛彈 你的火箭 你如果越遠程 你能攻擊與打擊的範圍就越遠 我為什麼要給大家看 海馬斯發射A-10系統 因為A-10系統跟我剛所說的 100多公里的射程 它又更 卓越於厲害了 它可以射程達300公里 現在美國考慮 已經要把這些賣給它 或者是支援它 如果真的話 是不是如虎添翼 所以總共剛講到了 美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憂掩護呢 是 剛才講到了這個 300多公里射程的是A-10 它是陸軍戰術導彈 但是地對地嘛 就現在我剛才講說 美國可能還考慮要給它 AGM-158 AGM-158這個我覺得 哇 那就厲害了 它是遠距離攻擊飛彈 這個遠距離攻擊飛彈 我播一個這個 他們當時的 這樣的一個訓練畫面 就射擊畫面 它由F-16所掛彈 那F-16掛彈呢 因為它的射程高達1200公里 這1200公里是個關鍵數據 也就是說我F-16 根本不會進入到 你俄羅斯的地對空的 這個防空系統網 我根本不會被你打到 那你飛這麼遠 你不會被俄羅斯的防空 給攔截下來嗎 不會 因為它在它的地對空的 這個防禦 這個領空外 那我這邊我就直接就把 AGM-158 直接射 射了就可以跑 射後就可以不理哦 所以F-16可以安全的離開 然後呢 這個AGM-158它厲害 因為在這長達1200公里的射程內 它可以由 AI人工智慧指引 然後呢 就這樣 精準找到你的目標 還可以判斷 哪個目標 這個 可能是錯誤的 哪個目標的這個 精準度更高 所以它有這樣的人工智慧去判斷 足以在地對 地對空飛彈的射程外 就催水發射設施 你F-16是不是就不會 陷入敵人的這個防空領域之中 所以中博講到這個地方 我就問了 如果從今天打到這個地方 已經豬羊變色 結果下個禮拜還要加速推進的話 普利格金的生死詛咒 真的會成真嗎 為什麼有普利格金生死詛咒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傳出 是因為 其實普利格金生前 就還沒有在飛機上被炸死之前 他就曾經錄上這段畫面 他這段畫面就是一直在講說 其實你俄羅斯如果在俄乌戰爭當中 會戰敗的話 也不足為奇 也不令人意外 他說 他說你俄羅斯的軍方 第一只會排馬屁 然後第二呢 你軍力不足 你兵員不足 你就亂抓年輕人 把一些根本受訓 也不夠精良的年輕人 就直接送上戰場 你根本就是送死 然後他講 他說政治領袖 還會被迫採取某些措施 好避免讓一切搞砸 什麼叫採取 被迫採取某些措施 也就是說他可能 俄羅斯最後會用內戰的方式 革命的方式 然後呢 佔領我們的領土告終 所以現在 佔領領土的部分 他的預言已經成真了 因為烏克蘭已經把 庫斯科州給躲下來了 那接下來他所說的 內戰與革命會不會爆發 聽了真的是令人 毛骨悚然 中東大戰接下來 72小時將是關鍵中的關鍵 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是 正在發起圍棋五天演習的 伊朗革命衛隊 他們讓全世界看到了 手上極少曝光的 護國殺器 這就是他們的急速彈 可以千里奔襲到以色列 預告了空中火流星大秀嗎 再同時我們看到美國 居然將兩艘的航母打擊群 還有一艘的核潛艦 通通開往中東 俄羅斯護國神器 蘇凱35也準備支援伊朗 接下來72小時 會發生什麼事 對沒錯我們都很關注 這個中東的這個局勢 大家想說那不是要打了嗎 事實上現在伊朗已經正式 跟你預告了 伊朗就說我們已經準備 要執行這個懲戒以色列的 這個行動 然後他就說我們會對以色列 進行所謂的初期不易 然後大概約莫是持續 三到四間的這個突襲 然後他就說什麼 我要讓你緊張 我們現在不跟你說哪一天 是要讓你有這個心理上的壓力 因為等待我們的攻擊 你自己本身就是在恐懼之中 那伊朗就認為說他們打中 所謂的心理戰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知道其實呢 以色列他們這個在作戰的時候 他們比較擅長用所謂的閃電戰術 就快速的把它解決掉 把這個戰事解決掉 他現在用拖自決 希望說能夠讓這個 以色列能夠慢一點點 目前為止來說話 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個戰事 還沒有開打 但是呢 目前為止來說話 在以色列周邊 特別是在北邊的 這個黎巴嫩爭主黨 已經開始發動所謂的 代理人戰爭 他現在已經開始用 所謂30枚的這個飛彈 開始襲擊以色列 那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以色列北部來說 你看他城市裡面 有非常多這個鐵熊系統 上去攔截的這個畫面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 在以色列的北邊 目前為止 真主黨已經跟以色列 已經起了這個衝突的這個狀況了 大哥還沒動 小弟先行 真主黨我們知道 是伊朗最飄悍的 手下小弟 已經先打了 那我就問 到底伊朗什麼時候動手呢 對 伊朗是說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要讓你等待 讓你恐懼 那伊朗到底做了什麼準備呢 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的革命衛隊 在伊朗的西部呢 進行一個 約莫是五天左右的這個演習 那演習來說的話 他當然展示一些狀況 他們就說我們最晚15號以前 就會開始展開這個襲擊 那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就展示了一個叫 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護國神器 滅國神器 叫霍拉姆撒赫爾4型的這個導彈 那這個導彈來說的話 他主要是 他這個射程可以約莫高達2000公里 2000公里來說的話 如果你從伊朗本土發射來說 要打到以色列不成問題 再加上說軍艦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急速戰 急速戰在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等於是打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講 這個火流星這樣片般的 掃過你這個 以色列的整個領土的一個狀況 這個畫面 觀眾朋友你再看一次喔 他從空中烏烏壓壓 這個雨滴般的灑下之後 下面燒成了一片火海 這是俄烏戰場最慘酷的一個攻擊方式 對他當然他跟你說 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付你以色列 當然他們敢不敢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就是給以色列一個心裡面的壓力嘛 那除了他們有所謂恐怖的殺氣 這個所謂急速戰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有一個海上的戰艦 他們這是所謂的 他們新的革命衛隊的戰艦 你可以講 他其實有用雙輪拱這樣的狀況 其實類似我們台灣的這個 駝江艦這樣一個情形 他們就說 這個新型的飛彈系統來說 它可以打擊700公里以外的目標 然後速度達45節 這其實蠻快的 還可以起這樣所謂的直升機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說了 一旦以色列跟伊朗開打之後 如果伊朗控制了荷姆之海峽 它可能會讓油價出現飆升 所以或許它可能用這一項武器 準備要控制荷姆之海峽 要讓油價漲價 所以事實上 這也是他們在海面上 作戰的一個手法 跟一個神秘的武器 這個就牽動了全球的能源命脈 700公里的打擊範圍 換句話說 沒有伊方它打不到的 它就守在這個地方 如果去攻擊油輪怎麼辦 是不是再一次牽動全球的油價 難怪你看看 美國進林肯浩航母之後 現在又多一艘航母打擊群 同時也把核潛艦 也派到中東來了 雙方一觸即發了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在這個地方有兩個航母 林肯浩跟羅斯福浩都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他們還有核潛艦都來了 現在大家都看 美國就說 我們把這個核潛艦 喬治亞號 往中東去部署 那這喬治亞號來說 它是核動力 但是我們都要非常清楚 它是核動力戰略級的導彈 戰略級的航空所謂潛艦 那潛艦來說的話 你看一艘惡害 因為它是惡害二級 惡害二級來說的話 它可以搭載月末336個核彈頭 等於是說它發射出去的話 幾乎可以滅國 這個是美國的 這個核三位一體的 這個最終的打擊方案 它都跑到這個地方來 那到底是什麼 當然不可能真的會射核彈 但是它意思來就是說 我連老大哥把最終的殺氣 都拍到這個地方來 你最好不要亂動手 而且它可以發射三叉機 三叉機來說它可以不搭 不搭這個所謂的核導彈來說 攻擊射程範圍也是非常遠的一個狀況 可怕的是它的逆中 你根本不知道它從什麼地方 發動死神般的鎖命奇襲 當然沒錯 因為它核潛艦在海裡面的說話 你看一兩千公尺 你根本偵查不到它 它等於是讓你來無影去無中 讓你覺得膽憨 所以美國除了兩艘航空母艦 然後一艘核潛艇來到這個地方來之外 美國顯然他們也對中東局勢 開始默默的注意 而且他們現在也打開非常多的捆龍鎖 捆龍鎖打開是非常重要的觀察指標 過去美國精銳的武器要進到中東 它是非常節制非常克制的 為什麼 它把腳亂了這一鍋粥 其實那個不管了 只要能夠嚇阻伊朗 你不要誤判 再新的殺氣都往中東送 過去都解封印了嗎 對沒錯 甚至整個以色列跟伊朗戰爭 如果不要火上加油 只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 那就是中東最重要的國家 叫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因為我們到沙烏地阿拉伯 跟拜登政府 其實除了並不是很愉快 有人權的問題 還有之前的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介入所謂夜門內戰 所以他們把很多武器就不給你了 但是因為現在為了要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拜登政府就說 那我們解除了對沙烏地阿拉伯 一些武器的這個攻擊性武器的這個 這個所謂禁令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當然是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在美國這一邊嘛 所以那除了這個這樣之外來說 大家都在各自拉幫結派 我就說美國在拉攏沙烏地阿拉伯 那事實上還有誰 俄羅斯目前為止 也想介入這一場戰爭之中 為什麼俄羅斯要介入這場戰爭之中 你看俄羅斯上個禮拜來說 不是他們用這個 伊爾76的飛機嗎 運輸機嗎 載了非常多武器到中東去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它有幾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留意一下 一個是莫曼斯克 NRBN的電子作戰系統 這個號稱是俄羅斯 最厲害的電子作戰系統 他說呢 五千公里之外的範圍 我都可以進行所謂的電戰干擾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你F-35 保證讓你有去無回 當然這是他們的宣稱 他也沒有真的跟F-35碰過 那到底誰比較厲害呢 我認為說大家可以 如果真的這一次有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到底 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 以色列手上有F-35 對 美國來了F-22 F-18 這個咆哮者電戰機的時候 你突然拉了這一套進來 是在撞膽的嗎 對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撞膽 實戰作用怎麼樣 我們當然打了就知道 另外一道不知道什麼 這個伊朗其實不是只有 想要這個所謂電戰系統嗎 包括說未來可能有 所謂蘇35 或是薩姆400 這個其實才是它最要的 為什麼 莫斯科這麼加速的要去 武裝德黑蘭 因為在俄羅斯的戰場 普丁快要軟腳了 被烏克蘭直接瀕臨 沉下一路破防 攻進它的本土 是 甚至最近聽說 已經距離莫斯科 600公里而已啊 對 我們上禮拜不是講了 但是1941年以來 第一次有人 踏入俄羅斯的本土 是外國部隊 那就是烏克蘭的作戰部隊 那它現在已經深入到 這個庫斯科 約莫來30公里左右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其實原本是不到 1000名的士兵 但目前為止 慢慢陸陸續續增加 所以對俄羅斯呢 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我們可以講 烏克蘭目前為止 有公佈非常多照片 我們慢慢地前往 庫斯科去的一個狀況 那你看 往庫斯科去 當然對俄羅斯形成壓力 我們有什麼症狀形容說 他們真的壓力很大 第一個你看 它居然用武器轟炸 他們自己加本土 也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進來我們家 我知道我打不過地面陣 打不過你 我用這個轟炸的狀況 它沿著這個烏克蘭軍隊 提這個所謂前進的這個路線 它開始丟直所謂滑翔炸彈 甚至還有所謂真空彈 真空彈是什麼呢 真空彈所有就是 所謂的這個 武器 它就衝 打下去之後 它周邊是抽為真空 所以它的攻擊力是 攻擊力是非常厲害 人家就說 它類似這種小型核母 小型核子武器 所以我們講 它都用這樣 因為你只要它周邊的話 你幾乎人就會被它蒸發掉 的一個狀況 今天看到的都是 人間殺氣等級 剛剛伊朗的急速彈 現在俄羅斯的真空彈 你要知道 它丟下去是自己的本土 但我為了截斷 烏軍追擊進攻的路線 我不惜損擊 我也要炸掉自己的土地 所以你就可見普丁 他自己心裡是多急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烏克蘭來說 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們目前為止 就用什麼海馬式 這是俄羅斯的這個重隊 他們在庫斯科地區被人攻擊 人家就說 可能是海馬式火箭彈 發揮一個非常重要的狀況 夜襲庫斯科 所以來說 現在目前為止在前線 真的是壓力 對俄羅斯壓力非常大 尤其是 為什麼他們這次要打庫斯科 因為庫斯科那邊有個城市 叫蘇甲鎮 蘇甲鎮 他是當歐洲 從俄羅斯輸往歐洲 非常重要 天然氣油管 一個非常重要的控制戰 結果被想 已經被他們打下來了 這個畫面 哇這個象徵意味極濃 因為你看他們故意 他們就故意弄這個照片出來 那拿的是烏克蘭的國旗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已經在蘇甲天然氣 這個運輸站的門口 我們把它佔領住了 好那這個 對俄羅斯來說 相當相當壓力非常大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天然氣戰 另外他們繼續往北打的時候 就想知道 他們準備要佔領在當地 最大的核電廠 所以現在對俄羅斯來說 他已經慢慢的 越來越不能夠輸了 好那你說為什麼 烏克蘭這次打仗能夠那麼順利 當然後面有非常多的 包括美國給它開綠燈 各式各樣武器都可以來了 另外就是美國 有投入非常多 新的這個武器的實戰 包括大家都說這個機器狗 你看這個機器狗到底真的還假 你看這是真的在烏克蘭戰場上面出現的 他是怎麼樣的 他可以偽裝 然後就變成戰場的兼兵 他可以載大戰 然後他也可以包括說像 他也可以去偵查 各式各樣的這個作戰功能 在這邊 當然讓前線你要推進的時候 他當然更有這個 更有所謂的武器能夠往前推進 那另外包括說像還有機器狗 機器狗來說的話 幫助烏克蘭什麼 掃除地雷 然後這個包括說可以揹破擊炮 可以攻擊所謂的 這個可以揹這個極速炸彈等等 還可以發射等等的這個狀況 然後可以負重154公斤 所以這等於是說 有非常多的機器狗 新的無人機 還有新型的武器 都投入這一次 俄烏戰爭中間的烏克蘭這一邊 所以你看要戰爭在美國 還有歐洲開綠燈之下 你看目前的戰事 烏克蘭慢慢慢慢取得一點 可以回擊的這個局面 怎麼就在這個星期之內 發生了這麼驚天動地的扭轉 如果普丁他願意說 心裡一定有這個潛台詞 不怕省一般的對手 怕豬一般的隊友 對沒錯我們就講 實際上真的是 俄羅斯最怕豬隊友 為什麼呢你看 這是個俄羅斯的這個記者 他原本要宣揚國威 他說什麼你看我們在俄烏 這個前線戰場上面來說 你看我們有這個增援部隊 然後你看後面 你看他還展示說 有坦克車然後透過這個火 火車來運輸 我們大俄羅斯 我們往前線 我一定沒有問題的 可是軍長你知道嗎 他就因為 你看美國也在看你的報道 好 你有這個 好 OK 我就知道你在部隊在哪裡 就沒想到沒多久之後 一個小時之後 這個部隊就被團滅了 就是說你要遲遠 好吧 你要遲遠 我都知道你在哪裡 我就把你幹掉 一個小時而已喔 對 所以你知道 真的是豬隊友 你揭露你本身的這個目標之後 人家當然就毫不客氣 就把你打掉 這就是豬隊友 好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不只前線告急 還有豬隊友在那邊扯後腿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話 折倫斯基的判斷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他這一次的時候 要發動所謂突擊庫斯科這個作戰呢 簡單來說 因為他現在有這個時間的壓力 我不知道其實美國總統大選 在今年的這個結束之後 現在有可能川普會上任 那川普上任他說什麼 他說我上任之後 我24小時就要趕快讓這個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來說當然就要談判 談判來說當然就是各自有多少籌碼 那有多少籌碼 現在折倫斯基就想辦法 要在假設是川普上任之前 我要拿到越多的籌碼 佔領越多的土地 讓你這個普丁坐下來談 這或許是他的盤算 所以來說 目前為止來說 中東局勢其實跟烏克蘭局勢 兩個是牽連在一起的 兩個是牽連法而動全身的一個局面 去年的那個大屠殺 以色列大坦撲殺進了加薩 的整個戰事到現在 拜登就架著納坦雅胡 你給我去談核 我要選舉的 還起有你這個也添亂 努力到現在核談都八字沒一瞥 你就要給我做這種事 所以我就跟你講 想戰的人是誰 想戰的很顯然就是納坦雅胡 所以情勢有多危急 你看看美國備戰的態度 就很清楚了 我們講到F35在中東 F22也來了 連F18的咆哮者電戰機都來了 這都是開戰的拳頭 一個一個一個 全部到位 沒想到 今天是說我們嚇死人 我們居然看到了這架飛機也來了 它的這個叫做E2D的鷹眼偵察機 這是想把人家形容是 戰場指揮官也到了 對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到底準備到什麼程度 F35已經來了 然後F22也來了 那另外一個最幾天的時候 被人家發現到說 他們從這個航空母艦上面的 這個FA18 然後還有包括說 像這一台E2D 都已經飛到中東不知名的 這個這個戰場上面來說 所以你可以可見得到 美國真的這一次是用盡全心全意 尤其是這一艘E2D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對 這畫面叫做E2D的這個 先進的鷹眼預警機 尤其是美國在這一次 還公佈了一個說 除了我部署在這邊之外 我還給它空中加油 那接受什麼 接受H13洞的這個空中加油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那表示什麼 我可以24小時不斷的在空中飛 我可以不斷的飛 飛要做什麼 這其實就是它監控空軍 空中的所有一舉一動 那為什麼這個台灣很想買 我們有E2K 但E2K是舊的 因為搜索半徑只有200公里 但是E2D 搜索半徑有550公里 只能它飛上去的時候 它周圍550公里 都在它的這個搜索的範圍之內 好師兄你看到我們看到的 這個E2D的這個空中加油 可以說是史上第一次 就曝光給你看 就告訴你24小時 我就牢牢盯著你 你伊朗聯盟那些小弟們 都不要給我輕舉妄動 但我問你 它一飛上來 可以把以色列看的寸土土地 我都每一寸我都看得清楚 對沒錯 為什麼這時候把E2D 飛到這個地方來 它在防什麼呢 對沒錯 簡單來說它就是上帝之眼在那邊飛 好那為什麼 因為它有這個主動式的 這個相位的這個陣列雷達 幾乎可以捕捉在空中 戰場上面的一舉一動 另外它要做什麼 它可以做聯合結合 就是說聯合結合 是什麼意思呢 它有一個叫ECC的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是怎麼樣 我只要發現到敵人的蹤影之後 我可以把敵人的目標 坐標給另外別的飛機 別的飛機可以發射飛彈 發射飛彈之後 A來發現敵人就是這個E2D本身 然後由B另外一艘 搬飛機來發射飛彈 然後由C來引導飛彈 所以等於是讓它整個作戰 作戰的這個靈活度更加提高 所以這個E2D來說 等於就是空中指揮官 一個上帝之眼在那邊 看整個戰場的發展 所以顯然它是要有心的 真的認為說 有可能會發生到一些 我有空戰的可能性會出現 拳頭到了 對 指揮官到了 以色列這個地方 看起來就是背水一戰了 那伊朗呢 對伊朗 前幾天的時候這個 這個邵伊古 目前俄羅斯的安全最高官員 不是來到伊朗訪問嗎 對 伊朗跟他說 請你給我一些相關的武器 就這幾天的時候 不是就是有 這個已經有運輸機了 俄羅斯的運輸機 飛到德黑蘭 那德黑蘭說 他送給他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他把原本 因為目前為止伊朗的是薩姆300 那薩姆300的防空的射程 大概是150到200公里左右 那他給他薩姆400 薩姆400的話可以到400公里左右 那這個當然是俄羅斯目前最強的防空武器 他也把他給了這個伊朗 另外還有什麼 他還給這個伊朗可能會出現到 蘇35的這個戰鬥機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伊朗要的是一些 包括說制空拳的部分 對 那原本伊朗要買蘇35 但是沒有辦法買到 那這次會不會來到 這個俄羅斯的動作 我們當然也值得看下去 好 今天伊朗打或不打 背後都充滿了狼子野心 為什麼我們先講打 為什麼他要策動這一場戰爭 對的是以色列嗎 不 背後真正見指的其實是美國 對沒錯 為什麼見指美國 我們就講 實際上這個中東假設打下去之後 油價一定往上竄生 對 那油價往上竄生的時候 對伊朗有沒有利 當然有利它本身也是個產油國 所以我就跟你講 事實際上這個整個中東戰局裡面來說話 伊朗如果真的要報復的時候 他是希望說油價能夠打 油價能夠漲 那油價能夠漲的話 尤其是說他可能會轉這個目標 轉到什麼 他當然不可能跟以色列直接地面作戰 對 跟以色列作戰的話 可能就要靠以色列北邊的黎巴嫩 或是南邊的這個哈馬斯的組織 另外一個就是從敘利亞 所以那伊朗可能做的是什麼事 我就襲擊美軍 在敘利亞或是在伊拉克的這個美軍 那如果真的襲擊美軍的話 來說石油往上衝 那石油往上衝的話 我伊朗可以受惠之外 另外就是這樣美國好不容易才擺脫通膨 那擺脫通膨之後 我又讓你的石油價格往上升的時候 你通膨壓力又非常大 尤其是你現在拜登 你要選舉 你要選舉的時候如果假設 食物又通膨起來 你不是就完蛋嗎 所以我就說如果真的伊朗要打的話 我就要打大的 讓石油能夠往上衝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中國的這個態度也非常重要 為什麼中國態度非常重要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沙烏地的這個 我們知道沙烏地在1972年 跟美國有一個80年的石油美元的協議 石油美元協議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我沙烏地 你要賣石油的時候用美元計價 然後你再把這個美元去買 我們美國的公債 達成一個美元交易的系統 當然這個交易已經在6月9號 已經到期了 到期之後目前為止來說 他可以用什麼人民幣結算 用歐元結算 日幣結算 還有包括像各式各樣貨幣結算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他其實對中東的影響力是 這個以經濟的影響力是在下滑 對石油的影響力在下滑 那反過來 為什麼中國跟俄羅斯要難止中東 主要原因就是說 趁著這個美國的勢力離開中東的時候 我來這個地方加強我自己的影響力 說到重點了 重點就是俄羅斯的普丁 是什麼樣的一個盤算 他用如此迅猛的速度 要加強快速的武裝伊朗 讓他幫忙去打一場 拖垮美國的戰爭 回過頭來你發現 原來找到答案了 這是什麼畫面 居然在俄烏的戰場上 俄羅斯快要攪軟了 他急需要另外一場戰爭 去幫他泄壓 去幫他紓壓 對沒錯 就這樣講到重點 為什麼俄羅斯這時候要來幫伊朗 因為他壓力非常大 就這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 這是庫斯科這個地方 庫斯科是什麼地方 庫斯科是在俄羅斯境內 他是去 他是烏克蘭在距離 在二十幾公里的這個地方 好那你知道 就這樣他們當地人 完全嚇歪了 為什麼 他們從來沒有接 這個他們上一次有這個 戰爭發生的時候 是什麼 1944年 1944年什麼意思 那時候是希特勒來打 這個跟俄羅斯在打仗的時候 跟前蘇聯打仗的時候 這1944年 他上次是希特勒來 所以說半天 今天俄烏戰場 俄烏戰場沒有 都在烏克蘭 哪有在俄烏戰場 你居然打到我俄羅斯本土了 所以為什麼普丁嚇一跳 他說你怎麼打到我驚人 你看這就是烏克蘭的裝甲車 他開進去庫爾斯克 這是 你看掛著烏克蘭的國旗 對那你看當地民眾嚇歪了 很多民眾趕快撤離 甚至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他附近有一個蘇甲鎮 他靠近所謂的庫斯克的核電廠 所以目前為止 假設這個核電廠 被烏克蘭拿下來的話 那俄羅斯還得了 所以我跟你講 上一次來犯這個地方 是希特勒斯的 你就知道居民完全下歪了 那為什麼下歪了 因為這次突襲的 讓俄羅斯完全措手不及 那為什麼措手不及 我們必須說 他進去之後 你看這是畫面裡面來說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軍人 非常多的軍人是怎樣 你看他們事實上是被手銬 甚至舉手投降 為什麼 因為我襲擊你俄羅斯 你完全沒有警覺 所以目前這些士兵 就是打不過你 那我只好投降 很多士兵在邊境都完全投降 所以過幾天搞不好 俄烏克蘭的軍隊 可以再繼續往前進也不一定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目前為止 俄羅斯當然是想要突擊你 可是突擊你的時候 他們遇到非常大的麻煩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武器 目前為止 俄羅斯很多裝甲車都被摧毀之後 他們現在用什麼 你可以看到 在戰場上面有非常多摩托車 為什麼非常多摩托車 因為我裝甲車沒有 那我怎麼辦 我就騎摩托車來突擊 就騎摩托車突擊的時候 突擊不出去 那當然就因為被無人機 或是被對方的這個炮火給擊中了之後 他們就不幸身亡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變成是摩托車墳場的一個情形 好 那除了這個摩托車墳場之外 我們再給他一個場景 因為目前為止 整個空中的這個作戰的這個能力來講的話 因為烏克蘭幾乎是已經佔著上風 那俄羅斯當然有非常多的武器 他有蘇35蘇34等等的飛機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是什麼畫面 這是俄羅斯的一個飛行員 他就說我被擊中了 那怎麼辦呢 我就設法按這個所謂的彈跳椅 就跳出去了 那彈跳椅彈跳出去之後 他就在那邊拍 他就拍他自己被擊落的這個畫面 然後他還自嘲說我很幸運 我被擊落了 我們根本無能為力的 他們對我們所有人都做了難以理解的事情 就被發被集中一個狀況 所以我跟你講 目前為止來說 在俄羅斯戰場上面來說 出現越來越多對俄羅斯不利的畫面 不利的情形之後 那你覺得普丁會怎麼辦 普丁除了生氣之外 當然就是說 中東最好搭起來 可以讓我在俄羅斯戰場上面 紓壓的一個狀況 你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一連串一個一個的現場 兵敗如山倒 這都是普丁的麻煩 而這還不是最大的 他真正的心魔在這張照片 對沒錯 這張照片就是F-16 我們其實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普丁之前就說 F-16最好不要來我們的俄羅斯戰場上面 為什麼 因為一旦F-16來的話 他的作戰能力非常強 這可能會讓整個滯空拳 整個所謂戰雲的狀況 會往烏克蘭這邊妥協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北約陸陸續送的飛機給他 已經送了大概10架的F-16到烏克蘭 那烏克蘭前幾天他也展示兩架 他可以衝場給你看說 我們拿到了兩架F-16 那目前為止F-16的機場在哪裡 大家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F-16最脆弱就是他起飛的時候 起飛的時候 假設我俄羅斯知道你在哪裡 我就把你跑到炸掉 我就把你炸掉 你就完蛋 你就廢了嘛 對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他可能在 停在北約這些地方 必要的時候 我在關鍵時刻初級去打你俄羅斯 所以跟你講 目前為止俄烏戰場上面 對烏克蘭戰散風的時候 那俄羅斯當然想辦法 要把伊朗這個戰火給他挑起來 挑得越大越好 雙方居然同時犯下了這麼低級的錯誤 你先看到普丁臉真是丟大了 二軍辛銳巡邏艦才剛剛下水 居然就被烏克蘭給轟掉 哇 這個畫面真的曝光太震撼了 普丁犯了什麼致命錯誤呢 再來看烏克蘭更是匪夷所思 居然挑在最兵凶站圍的前線 在那邊舉辦授勋儀式 結果被俄軍的飛彈一枚飛過來 直接團滅 當場19個人死亡 指揮官的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事實上這兩個新聞 真的是一個完全非常強烈的對比 你光看到第一個 俄羅斯在這一段時間 因為他跟俄烏之間的戰爭 很多人覺得說烏克蘭 強力在打擊俄羅斯 像之前他們其實就已經派蘇二四 去轟炸所謂俄羅斯的軍艦 結果沒有想到在這一次 對於克里米亞地區的造船場裡面 烏克蘭軍隊居然用 進行第二次的轟炸 而且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俄羅斯方面還跟人家講說 沒有 我跟你講 你們誤會了 他們真的有來轟炸 但是我給你看照片 他們有好幾個飛彈的碎片 掉在這裡 是被我們成功給攔截了 後來整個影像再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什麼叫做被攔截 不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船身上面 破了一個大洞 這一艘叫做阿斯科德號 事實上它2016年開始建造 一直到2021年才下水 那我們也知道 船艦下水之後 它開始要機電設施什麼 中間進來 還要進行戰系的測試 我跟你講它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船屋裡面 還沒有正式的服役 還沒有 就被砸成爛鐵 結果當時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你這艘船很厲害 為什麼你知道 它其實只有800噸而已 可是它被稱之為 叫做最小型的神盾艦 因為它本身能夠攜帶 口徑巡弋飛彈 對烏克蘭來講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威脅力量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次 居然烏克蘭方面 把它給轟成這個樣子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這個可視戰力 現在變成沒有用的戰力 第一集的錯誤就在於 你以為這個是我所佔領的 克里米亞地區 在克里米亞港內 你就扣死了 你就毫無防備 就砸成爛鐵 根本來不及 為國爭光 烏克蘭這個就更扯了 烏克蘭這兵兇戰危的前線 在那邊搞授接儀式 你在那邊授接 一枚飛彈過來 整個被團滅掉了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都有 這個所謂的即時影像 所以這種戰場上面 真的非常殘酷 那我們就回來看 其實這一次是烏克蘭的 第128三地突擊旅 那這個128三地突擊旅 當時你知道 他們居然辦一個活動 可是也很奇怪 老實講 你要辦活動 你應該要嘛在安全地方 要不然你就在有 隱蔽掩蔽良好的地方 結果當時的指揮官說 我告訴你 今天因為我們要紀念炮兵節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128三地突擊旅 這個四官兵 全部集合起來 我跟你講一百多了你知道嗎 他就說這個地方 現在是我們佔領的 所以不要怕 這個地方是最安全 居然在前線這個地方 入天進行頒獎 導播我們再來看一次空拍圖 你會發現扯還有更扯 他居然集結在我們空起來的 這個大廣場 這是你佔領的沒有錯 可是你難不了俄羅斯 飛過來的飛彈 直接給你團滅 你就是最大的目標 又有把子 你知道當地的這個民眾就講說 你真的把他弄到你知道嗎 他說你如果有兩個軍人什麼的 因為現在其實空拍都有 他說如果你有兩三個人集結 那飛彈就過來 你搞一百多個人在那裡頒獎 你是怎樣怕別人不知道嗎 來來來來炸我 而且我跟你講更諷刺的是什麼你知道 他本來這個典禮 是早上9點要舉行 是 結果因為講說不好意思 指揮官什麼什麼的 因為沒有辦法這個時間到 所以他們延後到9點半的時候 才開始部隊集合 更誇張的是 因為俄羅斯的這個軍隊發現到說 你現在一百多個人在這裡集結 我不炸你 我炸誰 結果當地造成一百多個官兵死傷之後 那個原先要頒獎的長官 因為他遲到 反而他沒事 你自己逃過以前你沒死 結果這一百多個被號稱 你想想看這是一個授勳典禮 對 代表是在這些接受授勳典禮的人 都是有戰功的 就因為長官改了個時間 選了個錯誤的地點 結果被團滅了 導致他們的陣亡 錯誤的決策可以逆轉戰場的勝負 剛剛我們看到了 但悲劇怎麼不斷地在烏克蘭 不斷不斷地複製呢 今天社長告訴我們 歷史上一個錯誤的決策 居然造成烏克蘭一整個世代 多達百萬人的滅絕 居然也出自這麼一個蠢到 不能再蠢的決定嗎 是 進行長 歷史總有一些被隱蔽的真相 這個真相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 當它被掀開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才知道 哇 原來這麼正步 這麼可怕 這種所謂隱藏的歷史 通常發生在那裡 極潛專制的國家裡面 或專制的那個時代裡面 那在蘇聯其實就發生過這樣的 1932年 1932年當時在烏克蘭這邊 爆發一個所謂的大饑荒 這個大饑荒其實跟1959 中國大饑荒有點接近 幾乎是重複Copy一次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這一次俄悟戰場 全世界大人小孩都知道 烏克蘭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糧場 糧場 糧場居然鬧飢荒 對 那這個飢荒它不是天災 它是人禍 為什麼 當時是在史塔林的統治之下 蘇聯當時還沒解體 那史塔林他下令 因為烏克蘭是一個糧場 歐洲的糧場 世界的糧場 很多農民 那他為什麼 史塔林要發展工業 把莫斯科整個浮揮猛進 追上一個先進的國家 所以把農人青壯的那個青年 整個調到莫斯科來 往俄羅斯這邊集中 結果烏克蘭農民被調走以後 剩下的老弱病殘的人 他們不會耕種 那問題是這邊是歐洲的糧場 也是俄羅斯的糧場 怎麼辦 死亡整個枯萎 枯萎就整個農田荒掉 荒蕪了 荒蕪了 所以說這是人禍 這不是大漢或大撈 那不是 整個農田荒蕪造成大激荒 從1932到1934 三年的時間 但是烏克蘭這個地方 死了多少 總共歐洲是死了四百萬 烏克蘭死了三百二十萬 佔八成 好可怕 短短三個時間死掉三百萬人 對 那同樣的 我們講說這種大激荒 其實還有一段隱蔽歷史 但那次不是人禍 是天災 那幾乎被隱蔽起來 那是在哪裡 在明朝 我們講說天后或者說一個天意 它可以改變一個朝代的一個歷史進程 在明朝滅亡的時候 我們很少讀到說明朝滅亡都是什麼 李志成打進北京 然後沃山桂引清兵入關 然後從中皇帝自我了解 對 大概讀了多這一段 那我讀一本書叫氣候文明史 是一個日本人寫的氣候文明史 氣候文明史裡面其實有提到一點 明朝末期 從萬曆皇帝中期以後 其實就開始發生一些所謂的災難 就是天災 天災 大旱顆粒無收 農民顆粒無收 那就開始產生激荒 從萬曆中期到崇禎結束 到崇禎亡國 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時間 一直在這種天災循環 小天災 小天災 小 小饑荒 大饑荒 一直到崇禎十一年的時候 到十三年的時候 其實整個大饑荒爆發 天災不斷 那民間百姓 無有喘息的一刻 名不了聲啊 對 但大饑荒以後 這種複合式的災難就來了 饑荒以後沒有人 沒有東西吃 人死了 死了以後沒辦法收屍 怎麼辦 瘟疫 後來就發生瘟疫 後來是爆發鼠疫 鼠疫在崇禎的時候 爆發 我們講說天要亡民 你人力無法抗拒 我們講李志成為什麼可以打進這個北京城 我們看史書裡面其實有 有一個隱藏的一些字句 他說這個李志成當時闖亡 他打著誰闖亡不納涼 然後很多農民跟他起義 但畢竟是農民軍啊 跟明朝的正規軍到底怎麼打 他一下子速如破竹就打到北京來 當時我們看史書裡面講說 北京當時在守北京城 守北京城不到一萬四兵 怎麼可能拳頭部隊保護皇城 你至少要二十萬 皇城至少二十萬 只剩一萬 為什麼 全部都瘟疫死掉了 第二個李志成打進這個北京以後 他不是馬上1644年 馬上就直接5月 5月20號左右就開始往東打 往東打打哪裡 打三海關 因為明朝最後的力量 關聯鐵技 吳三貴掌握了四萬關聯鐵技 OK 那李志成打過來說 又發生一件很奇怪 李志成打過去帶二十萬大軍 吳三貴四萬 吳三貴知道李志成也能打 所以後來那個吳三貴像摩摩摩摩說 我替法入侵 像滿清一樣 像滿清表示忠誠 然後吳三貴帶兵 帶了六萬 總共十萬 打了多久 在三海關 我們講一片石之戰 打了一天一夜而已 結束了 十萬人耶 你沒有交戰個三個月 你十萬對李志成二十萬 但那次兵敗的事為李志成 李志成這樣一路四路迫直 打到北京 帶了二十萬大軍去打 怎麼一天一夜就消風 對 李志成就跑掉了 後來這就有一個原因 其實李志成當時 進入北京城的時候 他的大部隊進入北京城 也是產生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部隊進入北京城 因為剛才講北京城裡面 有鼠疫 瘟疫 所以大部隊進去又 他事業進去 對 五月開始攻擊 一個多月的時間 整個士兵攤掉了 整個攤掉了 所以他帶去的士兵 很多是感染瘟疫的 或者說在後面要支援的部隊 沒辦法了 後來本來有一個支援的部隊 牛金星 他底下一個牛金星帶了 也沒辦法支援 全部都得瘟疫 已經攤在那邊了 所以李志成號稱二十萬 人打了不到幾萬 一天碰到吳三桂那邊 三海關一戰 從早上十點打到下午六點 差不多八個多下 三小時而已 李志成兵敗如山倒 在後來 那我問你 現在大家聽到這個 最好奇的是 天意難檔 今天天要滅大明王朝 但這個殘局最後 清朝入關了 這個殘局怎麼收拾 你還是瘟疫 你還是欠收 你還是極端氣候 對 我剛才特別講 注意這個時間 1644的5月27 已經快進入夏天了 對 所以我們講說 這天意 有人講說天意 清朝的八旗兵 後來打敗李志成以後 慢慢慢慢往北京城推進 所以進來的時候 大概六月多了 對 天氣熱了 天氣熱了 天氣熱不一定可以滅鼠疫 但對鼠疫有抑制的作用 對 所以鼠疫就慢慢慢慢減退 是 慢慢減退 那我們不知道八旗 那個清朝的這些女真族 是不是身體的抵抗力 比較好 比較好 所以他們受鼠疫感染的幾乎很少 是 其實後面也多少少 這個太奇特了吧 全部都天選之人 所以有人講說 這是天意 所以有人講說 你一個朝代滅亡 你說的是天 天要一個朝代滅亡 挑一個朝代星期 清朝這樣 他入關就有鼠疫機 滅絕了 沒了 所以清朝可以存落下來 而雲朝的人就是這樣滅亡掉 今天晚上我們給大家看到這個 即將改變2023歐洲戰場的決定 這一段震撼人氣的畫面 55噸重的戰車 極速狂飆之下 3.6秒之內 看到沒有 從遠方已經飆過來了 他居然最後 就在這一排人面前 精準殺停 一如我們昨天的分析 這是德國的豹二戰車 今天確定要送進烏克蘭 它將會如何改變歐洲的戰場 成為俄軍的最大惡夢呢 更大的惡夢是法國的鴨香堡 曾經以寡擊中 讓美軍驚悚一整年的護國神車 現在也要送進烏克蘭 接著我們就看 歐美的鋼鐵洪流 將會重演怎麼樣的冷戰 裝甲大戰呢 車上我們發現到 這個訊息真的來得又快又急 昨天我們還在講說 波蘭希望能夠援助烏克蘭 所謂的鮑二戰車 結果沒有想到 你看波蘭總統杜達11號 訪問烏西的城市 叫做利沃夫的時候 他就直接宣布說 他決定要向烏克蘭提供 所謂的鮑二戰車 當然這整個的數量來說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很確定 但最少他說 我會提供一個連的 這個所謂鮑二戰車 你知道嗎 按照他們的編裝來講 就是14輛的這個戰車要出去 當然這個部分 還必須要德國同意 但是人家你都還沒先跟德國講好 你就說我要送 所以是不是八字已經有一撇了 昨天我們還在講 德國外長去訪問烏東 絕對不能兩串交過來 一定會帶著重大的軍援大禮包 這不就有風了嗎 現在我們就要看到這個鮑二戰車 昨天一聽大家很多人在熱議著 結果他為什麼在地表賣得最好 而他為什麼又被點名會是俄軍 鋼鐵洪流的俄軍 心裡面最大的惡夢就是這一款戰車 其實我們每次講到什麼戰車 裝甲 第一個想到 你知道發展第一台戰車是英國 可是德國卻把它發揚光大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非常具有 強大的機械能力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鮑二事實上 它原先出產的型號 跟現在波蘭所擁有的 已經不太一樣了你知道嗎 因為這中間還有包含 性能升級跟改裝 以波蘭來講 他們現在有一個叫做革命鮑 叫做鮑二的PL的戰車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們其實在夜市的能力裡面 他們加裝了這個 所謂的KLW-1的 這個紅外線熱影像儀 我簡單的說 其實以鮑二戰車的主炮來說 它的有效的所謂發射距離 大概是在3公里左右 可是它的熱顯像儀 它的有效距離是4公里 這個說明什麼 這個是夜間作戰能力的 最關鍵的一個指標 今天我明明打得到3公里 可是我看不了那麼遠 你也白搭 但他就確保 我可以看到4公里 你能打多遠都能精準擊殺 你要看得到跟打得到 我跟你講還有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 你還有你的砲塔運轉 那些東西你都必須要處理掉 所以最早期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 他們原先研發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用傳統抑壓的方式 那你就知道 其實第一個抑壓動作很慢 第二個它有精確性的問題 結果這個BOWERPL 事實上已經把這個砲塔 改裝成所謂的電動驅動了 就它其實透過電腦化模組 這樣一個設計的時候 讓它的砲打可以精準的定位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樣的一個改裝下來之後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機器人在做 你知道 可是它也透過這個 讓你這個砲打 我們就講 其實戰車主砲最怕在設計型的時候 它的不穩定的狀態 結果它修正了很多精度的這個部分 反而讓它的劣殺能力 變得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魔改之後的BOWER戰車 昨天我們給大家看到的是 直線在走的時候 你放了一個紅酒酒杯 穩得要命 嚇死全世界 這個不是 執行之後 它的砲塔要轉彎的 它要殺敵的 照樣操控自如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台車子 它居然在原地裡面 進行360度的迴轉 重點是它的車體在進行迴轉 但是它的砲塔的部分 居然還直直的 對著單一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就講 它現在整體改裝完了 這個所謂的BOWERPL 其實比原來德國原廠的來說 它的性能更為強大 好 一開始我們看到了 BOWER戰車要進入烏克蘭 讓全球為之沸騰 它會怎麼改寫2023的歐洲戰場 它已經預告了全世界 冷戰時期看過的鋼鐵洪流對決 會在烏克蘭戰場再度被復刻 為什麼這麼講 除了德國 美國 法國也相繼 開始提著軍援大禮包 往烏克蘭去了 而且都是裝甲 都是坦克 事實上我認為烏克蘭的戰爭 在接下來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會產生一個局部性的 一個大的變化 為什麼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美國 他們之前已經有援助了一批 這個武器裝備去給烏克蘭 他們現在宣布說 他們還要再援助30億美金 你知道這是到目前為止 最大宗的援助 而且這個援助案裡面 除了M113 這個所謂的裝甲運兵車之外 還包含了M2 A2 ODS的 部戰車50輛 還有連拖式飛彈 就我們稱之為坦克殺手的 這樣的一個武器也都給了 好 重點就在於這裡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在保加利亞這個地方 居然出現了車隊上面 載著這個所謂的裝甲車輛 而且上面其實就是 所謂的M2的這個車 這個意味著什麼 也就是烏克蘭往南 就是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在過去保加利亞 所以這個地方 要往烏克蘭送嗎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我接下來所介紹的 這些東西 為什麼會講說烏克蘭的戰爭 會產生局部性的一個變化 是因為現在援助到那邊的武器 開始在改變了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現在講這個M2 A2 ODS 事實上它過去 在所謂的這個戰場上面的時候 真的是戰功標柄 為什麼 第一個 它的車輛其實不是非常的重 它大概才32噸左右 但因為它車身上面裝的 這個所謂的複合反應裝甲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它在戰場上的存活率是很高的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叫做布萊德雷的 這個所謂的步戰車 你聽到步戰車你就知道 它基本上要跟步兵 一起做所謂的協同作戰 我們就講 如果你今天還是一個 在戰爭初期的時候 通常都是重型火炮走在前面 你什麼時候要跟步兵 進行所謂的步戰協同 就是到了戰爭到末期的時候 你要準備進入到戰場 而且要能夠快速運動的時候 才來做 再來就是說 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布萊德利的所謂的戰車 它本身其實在夜戰能力裡面 它也很強 因為它有所謂的熱顯示 跟紅外線的 這樣的一個對抗系統 所以它在夜間的時候 基本上它成像完的時候 它就可以對目標進行攻擊 而且再來就是 你知道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它本身 除了它的這個所謂的裝甲 跟它的火炮能力之外 它其實有搭載這個所謂的 托式飛彈 你會覺得說 托式飛彈 你沒有弄個主炮 你弄個什麼煉炮 看起來蠻弱的 你看 你不要這樣講 這一款戰車最猛的 就是它的煉炮火力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這款戰車 它基本上 它在戰場上面 所使用的狀況 跟一般我們認為的主戰戰車 是完全不同的 它本身來講 其實它還搭載了 這個所謂的平右穿甲彈 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你在戰場上 如果遇到T-72 或者這種所謂的 一般的型的裝甲的時候 它是有辦法去擊穿它了 所以你看 它在搭上所謂的托式飛彈 本來就是所謂的 坦克殺手的狀態之下 你熟悉看 為什麼要把這些車輛 大幅度的運到 這個所謂的烏克蘭去 那當然是希望 能夠在接下來的戰場裡面 能夠扭轉戰局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西方國家援助給烏克蘭的 基本上都是快速反應 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 打擊的能力 比如說法國就宣布 要提供給烏克蘭 AMX10RC的這樣一個輪炮車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它是一個 六輪式的這樣一個假車 我們就講在戰場上面 用輪式的這個車輛 它的機動力 絕對比所謂的履帶車輛來得快 第二個是你會發現 這樣這款很不一樣的是 我們過去看到 輪行車輛的時候 通常車上很少裝主炮的 你看到主炮那麼大一款 它裝了腰動物的這個所謂的 低醣壓的這個主炮 這台車才18噸而已 這麼輕 所以你不要被那個畫面上給騙了 這是第一個 它是屬於所謂的輕坦克 第二個是 因為它本身所搭載的這個射送系統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 它只要從一開始抓到目標 到它開始去發射跟射擊的時候 我跟你講 六秒內就可以抓到 靜止或移動的目標 六秒內 我根本逃不出死神的眼睛 然後我鎖定你完之後 到我發射出去只要四秒 天啊 這麼快 所以總共加起來就十秒左右的時間 你像我們這種傳統的概念來說 你今天鎖定它了之後 你車輛要殺停 殺停了完了之後 炮要轉到你的位置 然後這個上躺了 然後再把它激發再出去 我剛剛講完的這一段時間 就不只十秒了 是 它在十秒的過程裡面 它就已經把它全部解決掉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們看到輪行車輛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今天在很多的這個所謂的 顛簸地形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舒服 它沒有 它裝了可調式的懸吊系統 它反而讓它變成怎樣 它在崎嶇地形裡面 也可以做好它的隱蔽隱蔽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手看 它的車身居然往有沒有 往右側這邊傾斜 然後在這種奇怪的角度裡面 它也能打 主炮居然還能夠運轉 是 所以我們看到 到底這一款輪行炮車 什麼樣的一個戰役跟優異的戰功 讓美國足足驚嚇了一整年 其實對於現在我們提供的這些東西 我們講快速打擊的這件事情 其實法國比美國做得還更快 而且更讓大家震驚 這個事件發生在2013年 當時有一個國家叫做馬力 馬力那個時候有一些叛軍 跟他的政府軍進行對抗 後來馬力開始向世界各國提出援助 結果聯合國那邊就做了一個決議說 他們要由法國派軍隊 前往馬力這邊協助 你知道嗎 以前在傳統部 那個所謂的軍事整備上面 要我就是調動大規模的部隊 然後慢慢集結完了進去 結果法國在當時 因為整個時間非常非常的急迫 他做了一件決定是 他們把在非洲的部隊裡面 你有什麼我就調什麼 所以他基本上他那個當時 湊了這個時候1700人左右 居然是從各個單位裡面 各自徵調進來 你說湊了1700人 那很多人想想 既然用湊的會是烏合之眾嗎 完全沒有 第一個 他在三天的時間裡面 就投入了戰鬥 這也是法國第一次 首次使用我們稱之為 叫做合成戰術群的一個概念 針對不同的地形 根據不同的區域裡面 我調度我可用的兵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知道嗎 他們當時用這個選擇 這個所謂輕型車輛 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過去我們看到美軍 在大規模的空投行動裡面 最大的問題是 我把重型的機載具 帶過去玩了之後 我的人員跟重型機載具要分開 我得等他 怎麼辦 所以通常你就等待的時間 就是集結整合 然後再重新再進入到戰鬥裡面 要等得非常多的時間 結果法國在當時決定 使用這個所謂的輕型的車輛 跟人員一起投送 所以代表什麼你知道 東西一落地 人落地 立刻集結就出發了 所以一趟搞定 因為他是輕型 他機動性強 人到了 彈到了 車到了 到了就給我打 是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只花了10天 就把所謂的叛軍所拿下的那個地方 全部都拿回來 你知道嗎 太飄漢了 這個真的對美軍來講 他整體的 整個建軍思維 也獲得很大的一個改變 為什麼 以前美軍都是大部隊的作戰 後來也因為這樣的時候 美軍也開始覺得說 我是不是可以用小部隊 機動的方式 針對我不同的地區 譬如說我是山地的 這樣一個狀況 我其實我如果真的要調 什麼山地獅或什麼 我整個獅要調過來 我要考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針對各地裡面 究竟把單位這樣拉出來的時候 重新整備 不見得沒有戰力 所以法國當時的 這個所謂的手貓行動 居然讓美軍覺得說 我天啊 你的戰力這麼的可怕 不是只有小法國這種 大會就說 你怎麼可能會打仗 嚇到下巴都出來了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預計 2013的手貓行動 會不會在烏克蘭戰場再次復刻 所以我剛剛就講說 現在整體的烏克蘭戰場上面 你從西方援助的 這個所謂的武器跟裝備來看 你就知道 他要手中的叫做快速打擊跟快速反應 最重要是快速部署的狀況之下 那俄乌戰爭裡面 對於俄羅斯來講 如果你沒有這種快速反應的能力的話 很有可能戰場真的會一瞬間間 就變成大逆轉 危險半島最接近開戰的一刻 北韓罕見大動作的出動 全世界最神秘的空軍 跟南韓精銳的戰機 空中對峙一個多小時 讓全世界下出冷汗 為什麼 難道是因為老大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的溃散 小弟們拼出頭嗎 我們也看到了共軍 武力犯台 2027 不 可能提前到2024 你別說不可能 緊盯三大燈號亮起 就是台海沸騰時 我們也看到這個禮拜 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變化其實也可以說相當的大 而且相當的快 為什麼 之前大家都關注在烏克蘭的東北部的部分 在卡爾可布州周邊 戰鬥進行對烏克蘭來講非常順利 因為之前俄軍把重兵 都調到克瑞松州這個地區 來做防守 所以其實之前烏克蘭部隊 在克瑞松這個區域的反攻 並不太順利 但是這個禮拜出現了一些變化 我們看到這個禮拜 克瑞松州的周邊 而且特別就是 在這個區域 他的這個 俄軍的這個部隊 居然他的整個佔領區 被快速地由烏克蘭所收復 而且這一段時間其實已經收布了 將近400多平方公里的這個土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黃色的箭頭 烏軍不斷不斷把土地給搶回來了 對 而且這個時間 其實甚至連俄羅斯 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 美日戰報也透露一些端倪 怎麼說其實我們每天 那個都會有俄羅斯的這個 國防部發言人出來說 今天這個戰鬥進行如何如何 然後我們有些什麼樣的一個戰鬥狀況 但是你看 他這個國防部的這個地圖 也就是當背景的這個地圖 就暴露了其實 俄軍迅速地從烏克蘭東部 跟南部向紅色 因為你看東部跟南部的地方 特別是南部這幾個地方 你看就是差不多這個區域 那個時候俄羅斯的這個 國防部發言人說 你看他前一天還說 我們在主要戰鬥發生在這幾個地區 但是你看隔了一天之後 整個控制區的這個粉紅色這個區 全部都產生了變化 所以就可以確定 俄軍在這個地方也在進行 這種所謂的戰線的這樣一個縮短 而且其實不僅僅是只有 俄羅斯國防部這樣的電視畫面 地圖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甚至連俄羅斯 他們自己任命的 這個赫爾松的這個副手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講到 這四州不是已經宣布 那個入俄公投了嗎 那自然俄羅斯就指派了這個 該州的這個政府的這個州長 那這個副州長他本身就說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這段時間仗打得那麼差 然後指揮那麼糟糕 這個地方他搞到這個地方 真是應該要 應該要以謝國人 應該要拿槍出來怎麼樣 怎樣對這個以謝國人 他真敢講 換句話說你自己任命出來的 副領導人居然都看不下去 荒腔走板 但回過頭來我們就問了 從九月 從上個月到現在沒有太久的時間 烏軍如何可以發起逆襲反攻 而且一路勢如破竹 他人不是比較少嗎 對那個烏克蘭部隊的確 在現在來講人也還是不夠多 而且他前面已經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五次動員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看烏克蘭其實已經把自己所有的家底 全部都那個堵上去了 也就是贏也就這一把 那如果這一把最後整個戰況 對烏克蘭還是不利的話 其實最後對烏克蘭是相當會吃力的 怎麼說你看 從九月九號開始的這個大阪攻 那時候在這邊有大概三千多平方公里 這個土地收回來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 那個就是那個卡爾夫周邊的這樣一個戰鬥 卡爾夫現在基本上來說 你看已經離了前線甚遠 然後但是10月2號那個烏軍 那個烏軍又對利曼 這邊有個非常重要的這樣一個 那個戰略重鎮然後進行攻擊 而且這個附近有這種鐵路的這個交匯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那個盧甘斯克這邊 這個附近的這個戰線的部分來說 被烏軍收布了那麼多土地以後 然後緊接著你看10月3號 那個烏軍也在那個克蘭松 這個北部的這個地方 東北西北部 然後突破了這烏軍的這個防線跟陣地 他們隊主要是用到一個叫做切香腸戰術 什麼叫做切香腸 其實這個東西這個戰術戰法 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說 其實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這個區非常的廣大 所以其實二軍雖然說是 佔領控制這個區域 但他其實沒有辦法有效的 在防線上能夠組成連續接連不斷的那種 這個戰線防禦點 所以你看烏克蘭這個部隊 他怎麼樣進行快速突襲 也就是說他們利用這個汗馬車 搭配精銳的這個特種部隊 然後從在這個戰情資訊系統 找到在防線上最脆弱的地方 請你看這個圖 這個圖的話你可以看到烏軍 他們基本上來講 透過這樣一個戰情資訊系統 很清楚的知道 二軍哪邊有防守 然後烏軍哪邊有攻擊力 然後用最快的時間 在二軍防線的弱點 然後開始突穿 就像我們剛剛看影片上看到 說到底原來他是透過了科技先行 星鏈幫你死盯著 在這個即時地圖 情報當後動的情況之下 他精準知道你弱在哪裡 你脆圍在哪裡 我繞到後方 先去切斷你的補給線 對 戰情資訊系統 而且是即時的戰情資訊系統 在戰場上就能夠發揮這種效果 那我切斷你補給線之後 下一步呢 今天你快速突穿以後 這個時候你把二軍前線部隊 切成一小鼓 一小鼓 一小鼓 而且再加上 你他的這個補給斷絕 我跟你說 他根本就不用再打了 那你看提到的是 不想再打 我也無心戀戰 幹嘛 我等著數百一旗嗎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俄軍最近這段時間 之前在烏克蘭看到一個畫面 看到一台俄羅斯的裝甲運兵車 衝過來 而且衝得很快 是不是 要發動這個所謂烏拉衝鋒 因為我們講 以前二戰的時候 日軍有萬歲衝鋒 但是你看 一路這樣衝過來 大家想說 你是要幹嘛 準備要衝過來跟我們一絕生死嗎 結果不是 你看 這個俄軍在上面 他這個槍口炮口 都幹嘛 綁著白旗嗎 是 我不玩了 我投降了 對不對 我過來了 不要打我了 對 不要打我了 對 然後使到指定了這樣一個位置 進行投降 而且其實不僅僅是這個部分 你也看到其實烏克蘭 他們也開設一個所謂的投降專線 你知道 這個投降專線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投降 你就事先跟我們聯絡 然後我們告訴你 什麼時間的 你可以從哪邊 或是說你要在哪邊出現 來跟我們投降 我們不先設計你 投降熱線就是了 對 這個投降熱線 結果這個投降熱線 還這個頗受歡迎 被打到爆了 有相當多的俄軍 就透過這個電話 然後想說跟烏軍 來接下這樣一個投降的事件 不過當然了 後面的戰況如何 我們不知道 至少在現階段看起來 這個戰況的這個進展 似乎是對烏克蘭比較有利 時間拖熱九 會不會俄羅斯就更灰頭土臉了 這一下人家講 老大有難 小弟拼出頭嗎 我們現在看到金正恩 哇 昨天整個在朝鮮半島 幾乎最接近開戰的一刻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 雙方的戰機居然空中對峙 這是怎麼回事 好 當然這幾天 有個非常大的一個事情 正在發生 幹嘛呢 美 韓在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那美國呢 不但在睽違五年之後 首度進行這樣一個大規模的 軍事演習之外 甚至還出動了 航空母艦雷根號 來參與這次演習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北韓 它又連續發射了多枚 地對地飛彈 而且它其實一開始發射的是 類似像這個ATS-EMS 這樣一個炮兵飛彈 這個射程比較短 然後接下來 你可以看到 它又從他們的西部發射了 北韓版的伊斯坎達爾飛彈 到了這邊 然後緊接著你就看到 配搭配這兩種飛彈試射的同時 北韓的戰機就出現了 而且這個北韓戰機幹嘛呢 就在38度線以北不遠的地方 進行空地聯合作戰 空地聯合作戰的這個操演 這是非常罕見的一件事情 我們很少看到北韓戰機 集體升空 進行的準作戰的一個態勢 北韓幾乎可以稱它是 全世界最神秘的空軍 因為北韓的空軍 飛機數量很多 但對不起你知道 它僅僅只有少數的 你看12架到20架左右 加起來大概30多架了 30架左右的這個米格29 而且都還是最老的A型跟C型 你知道嗎 雖然說沒錯 它的飛行性能來講 並不比美國F-16差 但是因為它本身的這個 自動化的程度非常低 你知道 光是要發射一顆飛彈 要解算半天你知道 不像美軍 基本上把你光網照住以後 然後做好這個自動的鎖定以後 鎖定完 對不起飛彈就可以發射 那我就問了 都這個年代 你居然還在飛米格29 人家這一頭F-16 F-15K 甚至還有F-35引擎戰機 這沒得比 你還升空個什麼呢 對 但是對北韓來講 它北韓的空軍 其實還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當然也知道 它自己本身在載台 也就是飛機上面來說 跟它的對手 韓國甚至於美國跟日本 完全沒得比 但是如果說今天 如果一旦開戰 我這個北韓空軍 完全沒有動作跟作為的話 代表第一時間 那個美國 就可以動用它 所有的空中的這個兵力 來阻止 北韓的這個軍隊往南走 因為你知道嗎 北韓來講 它有百萬這個地面大軍 而且其中有大概六七十萬 就部署在這個 那個三十八度線附近 這六十萬大軍 每個人給他 這個一天一個禮拜的口糧 給他這個七個禮 那個一個禮拜的這個子彈 他走路也走到這個 那個韓國首都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要能夠擋住這一波 一定要靠大量的空地聯合攻擊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北韓的戰機出來了 你只要北韓有戰機 空中有敵情威脅 那這個時候 美軍就不可能把所有的飛機 通通丟下去 進行這個 陸空聯合截擊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 攔截北韓的戰機 那這個時候 對於北韓來講 他的飛機出來 就可以拖延 美軍對地面部隊襲擊的時間 我們現在看到了整個空中的武力對峙 那看起來沒拼 南韓有這麼多精銳的戰機 一升空直接碾壓你北韓 對現場的氣氛 不是我們想的這麼簡單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 因為北韓的空軍 最主要現在變成一個誘敵 就像雷一泰海戰中 小澤的艦隊一樣 就是要誘使 美國跟韓國空軍去接擊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對於美國來講 我自然需要有更多的軍事力量 然後讓我本身駐韓美軍 跟韓國的空軍 去應對你北韓的空軍就好了 所以你看這時候美軍 這次他派了雷根號航空母艦 雷根號航空母艦上面 有四個中隊的超級大黃蜂戰機 而且還加上你看 他周邊的巡护艦隊 上面強大的打擊能力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本身你看 以上面來講 他現在雖然說大概差不多 是六七十架的飛機 但是他動用四個彈射器 然後進行彈射化 進行全甲板出擊 大概在二十來分鐘之內 就可以讓全甲板 至少三十架的戰機 完全升空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一旦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區域裡面的海空兵力 占到一個絕對的優勢 或數量上的優勢 那這個時候 北韓基本上就不敢蠢動了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海空兵力 就不敢蠢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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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區域裡面